我说你师父也不见得有功德 因为不是出家就有功德 是慈戒有功德 是慈悲有功德 所以千万不能把认为说 这个超度是我们出家人的特权 你交钱就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不好的思想 因为佛陀在经典 我特别把经典举出来 若有比丘 比丘女 优婆社就是三宝弟子 在家的优婆也是女众 包括小朋友做最好 同男同女 因为任何众生都不会怕小朋友 他很单纯 所以小朋友出来做 那些老鬼 那些痛苦的 很孤独的鬼都会赶过来吃 大人出来做 有时候他会怕 因为大人有时候身上自己都有鬼 当你证恨心很强的时候 他们就不赶过来 就像那些流浪狗会怕人 那如果非常爱小狗的 他好像不太怕你 所以同男同女 小朋友做最好 即诸仁天 那佛陀也希望所有人 包括天神都要慈悲 欲欲受此此方便法 应需朝请进食方解 一切六趣 六趣就是六道众生 诸恶鬼神众当作四念 来我们开始念 南无佛陀也 南无达摩也 南无生且也 南无本尊世家如与如来 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 南无一切荣天善神 愿以微神加哀互助 我今朝请食方岔土 尽须空界 一切六趣 恶鬼有情类 以三宝微神力固 息至我所 好 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最好做一个观想 就是说 你要观想自己 变成地藏王菩萨 或是观世音菩萨 你不要用一个 性感的女人叫鬼来 所以意思是说 你要把自己 观想成观音菩萨 这样力量就很大 这个对你心帮助很大 我变成观音菩萨 所以以观音菩萨的力量 念咒 有一个特点 念咒 不是用你的心念 念咒 是用佛的心来念 就是说 你念大悲咒 你要变成观音菩萨 你念 要师咒 你要变成要师佛 要有这个想法 这个叫咒 所以咒 念咒的人 本身要有这个承担 这个叫佛慢 在密中叫本尊想 你要变成 你念绿度母 你要变成绿度母的心 绿度母的外表 绿度母的声音 这样去立一种 那这样自己也会很快乐 为什么 那时候你没有烦心 没有烦恼 那个时候你跟绿度母合围一起 所以要有这个观念 一个人修行 一定要每天进步 超越自己 代表你在进步 不要让你周围的人 发现你同样的错误 一直在犯 代表你没有在修行 完全没有 你说 我要事情念了五万遍 没有用 因为跟你没关系 这个佛法 这个法 就要跟你的身口 一合在一起 你既然念阿弥陀佛 你就像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在做的事情 这才对 同行同愿 而不是利用阿弥陀佛 跟我没关系 所以各位要 一直要注意自己 有没有提升 当然提升最好的方法 是让佛菩萨 融入在你身心里面 或是你让你自己 完全融入在 佛菩萨的身口意 佛菩萨的心 这是改变最快的方法 所以才会说 念一下 老实念佛 一心念佛 融入佛陀 佛陀在我心 所以不要用你的想法来做事 要用佛陀的想法来做事 要用观世音菩萨的想法来做事情 你要这样练习 每天练习个半个钟头 那练习久了 变成天天都在做观音菩萨的事情 这养成习惯 再来 所以大家观想自己 变成慈悲的观音菩萨 破地狱咒 来 翻过来 自聚如来星破地狱 就是说 你念这个咒的时候 整个被关在二鬼城 树里面的 关在地狱的 他们马上化为灰尘 就是不用被关了 自由了 所以我每次到树的地方 我都会念 石头 这个石头会压了很多 很可怜的众生 这个石头变成灰尘了 它才有自由的一天 所以每次看到那个打石头 就会把它打破掉 观想 不是那个石头侦破了 而是解除它们被关在里面 叫孤独地狱 所以来 那摩阿舌 扎斯地南 善妙三不脱 俱子南 翁子南 我脱西 滴滴滴滴 好 平常你可以念三遍 这个咒比较长 所以如果你要念习 反正澳洲有时间 各位就多念一点 再来 普招请 来 右手拿出来 第一支按了第三支 这个手印学一下 然后念的时候要这样绕 你的手不是你的手 这个时候是观音菩萨 你的手指头放出观音菩萨的白色的光 把它们拉过来 比如说你家住广东 你在澳洲 你要观想那边 所以我们想到非洲 你要观想那边 所以佛法无边 按照你的心交给观音菩萨 招请地狱道 恶鬼道 他方世界 你要这样绕 然后你要边想哦 他们都一直进来 不是进到你家 因为我们念的时候会观想外面有一个大坛层 就像莲花一样 他们都进到这里面 来 跟我念一次 好 你们回去慢慢念 这个时候你们不用念 想好不好 最主要是想叫观想 菁萨 你想得到了 吴伟雄 你想得到了 原住民 想到了 中国 美国 非洲 地狱 你想得到的 越多人想 力量越大 来 普召请 我还要再念三遍 各位你要负责观想你的祖先 祖先 甚至有时候会观想到中华民族万姓祖先 就是说你的祖先 先生的祖先 太太的祖先 个人的妻子父母 累劫累势的冤情在主 堕胎胎儿 累劫累势 我们吃了这么多动物了 赶快给他超度 招请他们 跟你有关系 一开始前三遍是法界众生 后面三遍你可以观想跟你有缘的 爸爸妈妈的冤情在主 都把他超度 请他们来 我念你们观想就好 那么不不不地切里堕里但他也堕耶 那么不不地切里堕里但他也堕耶 那么不不地切里堕里但他也堕耶 解冤结来了希望他们不要吵架 他手印是这样 吵我家 散开 就叫解冤结 你看到人家夫妻吵架 你在后面念一下 帮忙一下 好 念三遍 来 欧山多来 切多莎婆河 欧山多来 切多莎婆河 欧山多来 切多莎婆河 开咽喉 念这个咒有十种功德 不会下三恶道 外表漂亮 等等 嗯 另一次 来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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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你怕官方找你麻烦的 第四个功德 王官 不敢撐 做官的 做领导 看到你都乖乖的 因为你念这个咒的 你一洒甘露 那些恶鬼道 喉咙就马上不吐火 身体就很清凉 所以你的力量很大 所以以后这些 做官的 不会傷害你 叫王官 不敢撐 第八叫颜貌得端正 他们马上变得很好 永离毛素尾 从今以后你不会怕孤单 不会怕鬼 不会怕你一个人在屋墓区 但是你要多做 因为你做的时候 你手要点水 每一滴水都变成 几百万个太阳的光 那么亮 那这个亮度 就让这些恶鬼道 身体的被火烧 喉咙被锁住 吐火的痛苦变成清凉 喉咙破破滴滴滴切落地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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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这四种功德各位自己念 手上有没有水啊 如果有跟隔壁借一滴 有借有还 放在你手上 这样滴一下好不好 我都用这个的 我这个是几百万滴水的 然后你住越高的楼 面对太阳一定要傻 佛陀说的 太阳越大 鬼的身体越苦 但是如果你对着太阳 撒甘露 念开阴喉咒 一两个 马上他们全部的 全部人都因为你而得到清凉 这个功德很大 好 大家点水 用点水 大部分是倒数第二次 这一支 点水 来 来 Om 不不地利且多利丹塔耶多耶 Om 不不地利且多利丹塔耶多耶 Om 不不地利且多利丹塔耶多耶 等一下这个餐厅老板应该每个人付各位一千块 超度费 功德 台湾知道的 我在马来西亚很多 包括我们内地很多老板学夫都知道 师父来啊 我们供养啊 吃啊 喝啊 你们帮我们做一下 因为他们那边傻业重啊 不得不卖海鲜啊 就怕房间有众生啊 特别请我去最多的是 那个房间有人跳楼自杀的 我还要供养钞票 我要讲不用了 反正我们尽力而为 那是对别人有帮助 自己活了才有意义 无所求的 他们发水给各位了 先不要自己喝啊 先慈悲一下 帮忙发一下好了 念开咽喉咒有十种功德 我们念一下 现在有时间 第十三页中间 一 毒药不能种 二 毒蛇不敢折 三 刀杖不能害 四 王冠不敢撑 五 众人皆爱敬 六 天龙常随护 七 衣食西风足 八 颜貌得端正 九 永离茅树位 十 不受山徒生 用传的 那各位先把这个水打开 先做供养 什么供养 请翻到第六页 水一瓶没多少钱 但是却功德无量 佛经说 佛钱供养一杯水 回向给恶鬼道 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恶鬼升天 一杯水 佛钱供养一杯水 回向给地方上所有被吃掉的海鲜水产 念一下 海产宵夜得升天 我想各位住在黄金海 很多人来这边吃海鲜 我们要负责超度 这个就是佛教徒很殊胜的地方 佛教徒 学大称佛教的都是少数 少数福 服务大数 大多数 所以佛钱供养一杯水 等于念一百万遍发财座 佛钱供养一杯水 等于念一百万遍的宵夜账座 最快的 慈悲 所以各位来 水把它打开 请翻到第六页 供水记这么短 第六页 念一下来 水有巴德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供养十方 酌诸二叶 酌诸二叶 六道清凉 六道清凉 然后点几滴出去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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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有超度牌位 刚刚我们早请了 祖先了 冤心在主堕胎了 世界各地 替他们再供养一次好不好 替他们供养 来 为所有六道众生 为所有六道众生 历代祖先 往生牌位 往生牌位 舵胎胎儿 冤心在主 冤心在主 澳大利亚 所有亡魂 做大供养 再念一次 水有巴德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供养十方 酌诸二叶 酌诸二叶 六道清凉 六道清凉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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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住好不好 记住 然后现在我们还要念一遍 开言喉咒 我来念就好了 刚才有四个功德 负着点水 好不好 你看 每一滴水都是个百千万亿的太阳的光 然后这个清凉到最深的地域 最高的天都充满了清凉 好 开始 恩不不地地切多利 但他也多耶 恩不不地地切多利 但他也多耶 恩不不地地切多利 但他也多耶 好 先把它盖起来 因为等一下还要念 甘露水真言 你要真口渴 可以喝一口 因为每天都要这样 上供下识再喝 好不好 那你每天喝七瓶水 你每天喝十次水 你就做了十次的功德 这样快不快 很快 但是记得上供下识 我们佛教学来学去 就是为了这个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众生就是六道 八卦运经在说 上求佛道 供养诸佛 所以这个叫菩提心 喝杯水要有菩提心 吃个饭要有菩提心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菩提心 菩提心就不离开 对众生的大悲 跟对诸佛菩萨的信仰 供养 然后不离开这个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请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苏维如 防疫期间 除了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 少用手碰眼口鼻外 什么时候应该要戴口罩呢 一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 二 进出医疗院所 三 去人潮拥挤的地方 四 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 另外 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应全程戴口罩 例如搭电梯或开会时 也提醒您 当有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或身体不适时 也请戴上医用口罩 紧速就医 防疫期间 正确佩戴口罩 并注意戴口罩时 手部卫生 少碰眼口鼻 口罩使用后丢弃垃圾桶 共同为健康搭起防护罩 这是一个发生在战争年代的故事 敌人入侵后 很多人都离开家园 去保护国家了 阿辉也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阿珍和母亲 自己离开了生活的小镇去赚钱 哎呀 小鸡 这只小鸡是从哪里跑来的呢 看来这个小家伙是饿坏了 来来来 这里有一些馒头 你快来吃 这时候 从屋子里传来了一声猫叫 小鸡已经急忙躲在了阿珍的身后 这时候 婆婆抱着一只猫 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她也一眼看到了那只小鸡 哦 这只小鸡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啊 它自己跑来的 这时候 婆婆怀里的猫 一下子跳了下来 然后窜到了小鸡面前 伸出小腿 好奇地拍了拍小鸡的身体 小鸡吓得急忙退缩 小布 不要伤害她 既然她来到我们家 那我们就把她养起来吧 这样也好 有了她 我们家小院 也会显得热闹一些 是啊 自从阿辉离开家里出去赚钱之后 我们小院就像缺了一股活力朝气 多养点小动物也好 小院朝气多一点 说不定还能把阿辉早点盼回来呢 就这样 小鸡在这个院子里住下了 很快 她便长成了一只漂亮的大公鸡 并且和小猫阿布成为了朋友 整天在一起稀弄 虽然她俩给小院带来了一些生气 但却并没有把阿辉盼回来 医生 婆婆她这是怎么了 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啊 她这是过于思念儿子 以至于寝食难安 最终导致身体极度虚弱 是啊 这些日子 婆婆她一直念叨着阿辉的名字 饭也吃得很少 就是这样了 她这是心病 我只能调节一下她的身体 心病却没有办法医治的 嗯 医生 那你就先给婆婆调节一下身体吧 这个没问题 不过 她这几天的饮食一定要跟上 可以炖一些鸡汤 让她补补身体的 嗯 好的 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我没什么病 不要再请医生多花钱了 婆婆 你的身体只是太虚弱 没什么大问题 你不用担心 应该补一补就会好了 自从阿辉出门去赚钱 我们家里也还没有收到 她寄回来的钱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所以我们还是审着花吧 嗯 婆婆的身体这样脱下去可不行 每天馒头青菜 营养可是不够的 我必须要想想办法的 哈哈哈哈 对了 自己家里不就养了一只鸡吗 阿辉转身进屋 拿出了一把菜刀 大公鸡看着手拿菜刀的阿辉 并没有逃跑 她依旧站在那里 直直地看着阿辉 阿辉伸手将大公鸡抱了起来 然后将刀架在了她脖子上 大公鸡依然温顺地趴在阿辉的怀里 这时候 小猫阿布一眼看到了这一幕 她大叫一声 然后飞快地跑到阿辉脚边 急切地叫着 像是在哀求她一般 阿辉看着怀中的大公鸡 眼泪巴哒巴哒地落在了菜刀上 大公鸡看到阿辉流出了眼泪 便发出咕咕的叫声 像是在安慰她似的 留着她吧 我的身体还没有很差的 有她和阿布在我们小院还能热闹点的 啊 婆婆 你怎么下床了 阿布叫得那样伤心 我哪里还能安心地躺在那里呀 阿辉 留下她吧 我没事的 嗯 在这个冰黄马乱的岁月里 能开开心心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嗯 过了一段时间 婆婆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不过她还是在思念着自己的儿子阿辉 希望有一天她能早点回来 婆婆 天快黑了 我们回屋子里吧 唉 好吧 哎呀 什么声音 不会是阿辉回来了吧 她快步来到了院门 然后将门打开 只见门外有一只小狗仔 正在不停地抓挠着门 啊 小狗 这是一只还没断奶的小狗啊 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啊 它的妈妈呢 这个小家伙长得还挺可爱的呢 这时候 大公鸡和小猫阿布也跑了过来 它俩围着那只小狗 不停看来看去 大公鸡用嘴巴轻轻地触碰着小狗正在摇动的小尾巴 而小猫则伸着腿拍着小狗的脑袋 显得很亲密的样子 看来它们很投缘哦 不如我们就留下这只可怜的小狗 等它长大了还能帮我们看家护院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就叫它阿花好了 阿花 欢迎你来我们家里 就这样 大公鸡 小猫阿布 和小狗阿花 一起生活在了阿真家的小院里 它们的到来 让小院充满了盎然活力 你看阿花 它长得可真快啊 过不了多久 它就可以替我们看家了 是啊 真没想到 它们三个竟然相处得如此融洽 就像是亲兄弟一样 是啊 有它们整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我还能开心一点 唉 阿辉小时候也像它们这样 喜欢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哦 婆婆 等阿辉回来 我们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 让我们小院更热闹 嗯 好的 它出去那么久了 怎么连封信也都没有烧回来啊 哎呀 你这个小家伙竟然会看家了 当然了 阿花它聪明着呢 好了 阿花 不要叫了 它是我们的邻居 哎呀 你们家的鸡和猫是不是也会看门呢 他们三个是朋友 它俩是来帮阿花的 猫狗和公鸡竟然能成为朋友 真是稀奇了 对了 我们进屋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 哦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走 我们到屋里说 啊 你说什么 有阿辉的消息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阿辉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谢天谢地 阿辉他现在在哪里啊 阿辉现在参加军队入伍了 你看 他烧信回来了 果然是阿辉写回来的信 你们看完以后 一定要把信烧掉 如果让敌人知道了 那可就糟糕了 嗯 好的 真是太感谢你了 阿辉和婆婆 哪里舍得将这封信烧掉 他们看完后 便藏了起来 然而 村里为敌人工作的伪宝掌 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 竟然带着人 闯进了他们家的小院 这只小狗体型不大 但还挺厉害的 哼 别把我惹毛了 如果惹毛我的话 我就让军犬一口咬死你 阿花 不要叫了 宝掌大人 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你的儿子去当兵 我告诉你 镇上的人 谁要是去当兵 可我们过不去 那可别怪我不客气 宝掌 我们家阿辉都一直没有消息 怎么就说他去当兵了呢 是吗 我可是得到了准确消息 阿辉前几天 刚刚给你们烧了一封信 谁说的 这根本是没有的事 是吗 那就让我们搜一搜 就知道有没有了 不行 你凭什么搜我们家 你们这些强盗 把他俩给我看住 不要动 你们这些强盗 快放开我们 进去给我搜 搜仔细点 是啊 哎呀 这只狗真凶啊 可恶的小狗还敢挡路 正好我的军犬 也好久没运动了 今天 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 真正的凶狗 小花 小花哪里是军犬的对手 他瞬间便被压倒在地 军犬将小花按倒在地后 便露出力尺 要朝他咬去 不要伤害小花 哈哈哈哈 我的军犬 可恶的鸡 我要杀了你 哎呀 这是什么 哎呀 好痛啊 可恶的猫 竟然敢抓伤我 好痛 真是可恶 哎呀 保长 你脸上的伤口好深 要赶快处理一下 哼 我们走 阿布之对不起 你为了保护我们 让你受重伤了 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 保长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先到亲戚家里 借助避难 嗯 阿布 阿花和大公斤 奋力保护家人 婆婆和阿征两人 也不离不弃地照顾他们 果然过没有多久 战争结束了 阿辉也平安回家 跟妈妈妻子一家团圆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